那好 在短期里面股价跌了90% 如果你对比之前那个最巅峰的话更加夸张 同学们知道吗 这个股票的市值蒸发了超过10亿 任何股价的风吹草动都要跟你讲一声的话 我相信没有人没有投资人或者是没有交易者 就到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现象 马来西亚的股市的交易所交易量大跌 因为股市除了投资人 它也会有交易的这个存在的 就如果完全没有trading的那个空间的话呢 我们的交易所就成交量大跌咯 马来西亚股市的那个融资能力呢 可能就会变得就是弱很多的 你说帮助我们马来西亚节省1亿零级的补贴的话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四个字 杯水车薪 就如果你们知道我们政府在其他方面的补贴是多少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100个million的这个补贴 真的是对整个财政状况 政府的财政状况 帮助不是很大 武术和投资拥有同样的智慎之道 他们需要准备 灵活 勤奋和精准判断 这就是松大资本的投资理念 因为当准备 行动 和机会相遇 这就是成功的完美秘诀 让钱为您卖力挣钱的秘诀 我是松大资本 哈喽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回到全建老师的频道 我们本期的谈古论金视频呢想跟大家点评两个在马股 我觉得投资者会关注的事情啊 第一个呢就是近期有一个股票在大马股市上市的公司啊 接二连三的跌停板 到我们拍摄这个视频的10月9号啊 今天它的股价再度打跌的 在昨天也就是10月8号我拍摄这个视频的前一天啊 我的Facebook公开直播上面呢 有网友就有问到 为什么这样子害人的公司就 股价一直在崩跌的公司 我们的大马交易所或者是证券委员会 不做任何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产户投资者 没有受到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保护 第一在这个Panama股价持续下跌的 这个一开始呢 其实大马交易所呢 是已经有发出这个UMA unusual market activities的这个询问的了 它是在10月2号才一个星期多一点点 它就从两块多跌到现在两毛多 我们在拍摄这个视频股市还没有收市 今天单日跌幅已经是46% 那它在第一天掉下来是10月2号 它已经跌了17.9% 然后第二天呢就limit down跌了30% 那么在这个10月3号这一天呢 大马交易所呢就对它发出了这个unusual market activities的这个询问 然后公司呢就第一时间就回复了不知道为什么了 然后再到我看到这个10月9号的财经新闻啊 是讲它昨天8号的时候呢再度跌停板 但是公司呢仍然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这个解析的 到10月9号我们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它是再跌了40多%就剩下两毛多了 那因为很少见到公司连续的limit down的这种情况 最上一次发生的已经是今年2024年的1月份的时候 当时候马股我们这边呢发生了小型股票的火烧连环传的事件 后来呢大家就明白到原来是这个warehousing发生的情况 同学们有兴趣看我们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点击我们屏幕的右上角啊 当时候也为大家针对这个事情呢做过追踪的 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规定啊你第一个跌停板 比如这个10月3号 第二个再来跌另外的30%之后连续两个跌停板之后啊 你会有一个cooling的trading day 就给你冷静的交易日 你可不可以交易可以 但是不能够股价有任何的波动了 那么在这个10月7号的就是它连续跌了两个交易日之后 在第三个交易日呢它有交易一点点股价没有再跌了 但是呢再重新恢复交易之后呢 10月8号呢它就再来一个跌停板 那么到10月9号今天哇再跌40% 就已经不知道怎么讲了 今天跟昨天最大的差别就是 今天的成交量呢是彻底的暴增 也就是说今天这种成交量呢就是 好像是要丢票的人不计任何成本 在市场上面抛售的那个情况了 又或者是另外一个猜测 就是不是有人彻底的中了margin call 被迫要在市场上面不惜任何的代价去丢票 那好在短期里面股价跌了90% 如果你对比之前那个最巅峰的话更加夸张 同学们知道吗 这个股票的市值蒸发了超过10亿 它原本是十几亿的这个市值 如果以它当时最高价 4块钱左右的价格来算 因为它的总发行票数是434个million unit of share 4亿3000多万股票乘以4块钱每股 那你的市值就是16亿多 然后现在剩下就是100个million 如果你说有持有这个股票的人肯定是受伤了 网上的同学们问我 交易所为什么不做任何的东西 UMA属于一种提醒 而且那个UMA算是他们能够做到的第一时间 10月3号发出的这个提醒了 询问它其实也是警告市场上面的投资者 这个公司的股价不寻常的波动 而且这种不是不寻常的向上升 是不寻常的向下掉 从我们的观察的经验上面来讲 中UMA的公司 你突然间不寻常的向上升 成交量爆发 交易所也会询问你 但是那个大家觉得不以为然的 如果你是一个有人气的股票 你不中一下UMA都好像不够人气 但是如果是UMA下跌的 投资者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大马交易所或者证券委员会啊 有没有保护投资者 当然是有的 但是不能够给你们做贴心小棉袄 贴心保镖 这个股票有问题 马上跳出来提醒你 因为如果它管到这样子严的话 它会将整个市场管死掉的 任何股价的风吹草动 都要跟你讲一声的话 我相信没有人 没有投资人 或者是没有交易者 就到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现象 马来西亚的股市的交易所 交易量大跌 因为股市除了投资人 它也会有交易的这个存在的 就如果完全没有trading的那个空间的话呢 我们的交易所就成交量大跌咯 马来西亚股市的那个融资能力呢 可能就会变得就是弱很多的 你要学会的是如何保护你自己 我想问你们啊 现在此时此刻在大马股市里面 有哪些公司的业绩 是已经出现了成长 正在成长之中的呢 想不想学习怎么样将这些上市公司股票找出来 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呢 我们给大家另外准备了一个两小时的webmino 到时候我跟我们松大的助教们呢 会给大家演示step by step的 在大马股市里面 散户投资者可以怎么样找出成长型的股票 我相信你们会学到非常多 for接下来2024 2025年 甚至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工业大蓝图2030年 相关联的那些投资主题的webmino 马上点击我们的链接预留你的位置 我们到时候慢慢再讲好吗 那对于保护我们自己for这种case的话 其实它并不会很困难 你稍微查一点点 比如去大马交易所的网站 有同学就提醒我的关于说 老师这个公司它其实是需要在这个 paragraph root3.0a的这个条件底下去 进行这个每个月的announcement 这其实就是公司正在进行着重组 它其实已经抵触了上4条例 我猜它应该是没有了核心业务 之前的核心业务应该是卖掉还是什么样的 生意太小了 so它其实是在进行着类似重组的动作的 在DH的这一新的这篇文章里面呢 他有问到公司的managing director呢 他是他们也是有在讲的 打算去收购他们的这个 regulization plan 就是获得了大马交易所的这个extend啊 让他们在2025年2月份之前呢 你要有一个重组计划 so他们打算收购一个公司 叫做这个quittentia tech Sentemberhut啊 收购它59%的股权呢 来boost它的bottom line 就是你的生意额要推上去 而这个公司在2023年的3月16号的时候呢 也做过private placement的哦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如果它2023年当时候筹集的资金啊 看来是股票推上去了之后 好像是帮助推股票多过来做生意哦 因为它之后的生意额呢 并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善的 我们说呃你要防止踩到 或者遇到下一个这样子的股票啊 连环跌停板的 呃我觉得最简单的 去辨认这些股票的特征的方式 第一打开它的图表 你可以再呃用我们algo box 或者任何的这个网上的这些图表呢 你都可以看到呢 公司的这个走势啊 经常会出现一些现象的 就是它的成交量呢 会非常非常有规律的 放大缩小放大缩小 那你看啊 我将它2023年这一波 从1块多推到3块多的这一个 其实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你看到它的成交量啊 啊有一天高 然后有一天低 或者有两天低下来 然后第三天它又高回上去的 非常非常的有规律 那其实这种这么有规律的 成交量呢 就是利用了马来西亚Tplus2的 这种交易的规则 就是你在今天trading day之后 两天你就要给钱借票 对吗 那只要我在第二天 卖去另外一个户口 左手转右手啊 从这个account 转到另外一个account 再转到另外的account 一直在那边 击鼓传花传来传去 我就其实不需要拿钱来借这个票 而我又可以将这些股票呢 一直一直的推高推高 那这种是 特别特别有股价被操纵的嫌疑的 而这是第一个 你可以很轻松的 在成交量的这种 有规律的放大缩小里面去看到 而且呢 它总是差不多的成交量的 意思就是 总是有差不多的一批股票在换着手 其他股票 有这种特征的股票 它都会显示出这样子的 走势特点的 很容易辨认的 第二呢就是 就是你去看它的公司的生意额啊 过去10年生意额是从2亿跌到800万一年 几百万一年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应该是在抵触的上市条例 它应该要做这个 regulization plan重组的原因啊 那再来呢就是 就是一年的一个主板上市公司哦 你的营业额只有600万800万一年哦 这很显然不合理嘛对不对 然后你的这个利润呢 它是亏损的 最新的一年的四个季度里面呢 一个季度的营业额只有百多万罢了 作为一个主板上市公司 你的这个生意额的状况 比很多的中小企业SME SMI都要来的小 然后利润呢十有十无的 那这样子的公司 最特别的就是你在这样子的财务状况底下呢 你的股价巨大还可以去到三四块哦 你的市值最巅峰的时候是十几亿哦 十六亿的市值是什么概念啊 我们需要在股市里面呢 就要明白有要来一些对标的 我在这边找一个对标的公司 比如今天我知道这个公司破新高啊 Spritzer矿泉水 我们在谈股论经这边呢 我们也给大家做过一个 专门讲解Spritzer的一个案例的回顾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喝水抗通胀 有兴趣的同学们点击屏幕右上角 看我们之前的讲解 那Spritzer股价今天是2.8 我在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看它的marketcap是差不多900个million 其实之前是8亿多半了 也就是说之前啊 这个Bertama去到4块钱的时候 16亿的市值的时候 它等于两个Spritzer 但是它的生意额只有一年600到800万 然后还是亏损的 你看Spritzer人家 8亿多差不多9亿的市值 它的生意额是每年做到500多个每年的生意 OK还在成长之中 然后它最新的12个月的盈利是6500万 人家8亿多9亿市值的公司 它是在真正正正的赚着6500万的利润一年 而Bertama是完全没有 这个就是fundamental有support跟没有support的差别 当然在DH这边它有讲到的 有些朋友问Bertama Digital是做什么的 它有一些很特别的gimmick 比如它的生意啊 是Mobile application MyPay which consolidate e-services from Malaysian government agency into a single digital plan for 就大家知道 哦 原来它是做这个大马电子payment的 it also operates the e-jamin website which allows electronic payment for criminal court bail 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好像很有很特别哦对不对 因为牵涉到政府 但一牵涉到政府大家觉得它是垄断的 然后就容易哄抬股价 也容易对散户投资造成陷阱 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盈利贡献进来 你这个空中楼阁对吗 最后还是会崩塌的 然后当这些股票你看到它的这个前面的两个特征 刚刚我讲到的非常有规律的成交量的放大缩小 有这种击鼓传话的嫌疑的 加上没有fundamental support 这种情况你再遇到股价突然间崩跌 大马交易所给它发出UMA 就鸡飞狗走了 因为它如果再下来的话 就可能会去购那些warehousing 或者是margin call的card loss for selling的情况发生 你到时候连跑都跑不掉 so你会有很多从fundamental的角度 来明白这个公司的状况 然后你选择我不要碰 so that我做我有把握的公司的投资 我觉得这种其实是保护自己这种方式 好讲完这个东西呢 再给大家讲另外一个这个新闻 我觉得在财政运送案来临之前呢 这种新闻呢还是会挺多也挺值得大家关注的 我们的农业部长就说一旦鸡蛋供应恢复稳定呢 可能会考虑中止补贴 那政府考虑中止对ABC及鸡蛋的补贴 协助国家节省1亿零级的补贴 在不久前跟大家讲过我们的财政运送案来之前 我会关心我们政府的那个测制的状况嘛对不对 你说帮助我们马来西亚节省1亿零级的补贴的话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四个字杯水车薪 就如果你们知道我们政府在其他方面的补贴是多少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100个million的这个补贴 真的是对整个财政状况 政府的财政状况关注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更加值得你去consider停止补贴 或者合理化补贴的另外有多的是 在这个DH的文章里面呢 这边其实就先提出了这个东西的 food subsidy cut on the table 是不是在我们财政运送案18号10月提成国会的时候呢 会有这些实物补贴的这个取消呢 当然鸡肉跟鸡蛋是两个一定榜上有名的 但是其实他在这边提到的东西呢远远不止的 看看这一段话2021年跟2022年 70%的补贴里面呢都是用在燃油类的补贴的 所以实物的补贴呢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巨大 OK 但是也是比较显著啊 在我们2024年的政府财政运送案里面啊 政府allocate了52.8 billion的这个资金 是用在补贴还有social assistance就是社会援助方面的啊 其中60%也就316亿呢 是针对性的allocate在不同方面的补贴啊 然后这些补贴里面的70%呢又去到了燃油补贴那边去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structure and这边其他的食物方面的补贴啊包括食用油的补贴 这边的补贴呢coking oil啊有845个million 然后呢还有米的补贴呢还有鸡蛋的补贴呢 鸡肉的补贴呢还有糖的补贴呢还有面粉的补贴呢 就我们还是挺多方面在补贴着的 当然这些主要是民生方面的东西呢 对于稳定我们人民的生活成本呢它有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所以说这个鸡蛋的补贴要拿走省一亿的话呃就感觉好像帮助不是很大 不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啊关于poultry就是家禽跟鸡蛋啊方面的补贴呢 现在政府呢是在给着一个鸡蛋一脚钱的补贴 一个鸡蛋啊一脚钱 所以这个鸡蛋的补贴呢成本大概在100个million 那之前呢马来西亚政府呢是有补贴给ag farmers就是蛋农啊 以及这个家禽养殖的公司的就从2022年的时候直接补贴他们 到2023年的时候呢就转换了这个补贴的方式 鸡肉的这个价格顶线呢已经开放了 但是鸡蛋的价格顶线呢没有开放还是在补贴的 所以鸡肉没有补贴了呃但是这边的经济学家就讲啊 觉得现在是一个可以考虑将鸡蛋的补贴拿走的这个 他们认为的一个适当的时机 因为他们看到呢之前鸡肉价格啊 在2023年年尾的时候呢那个顶线价格呢就被拿走了 然后政府不补贴你们了 然后让那个鸡肉的那个天花板价格呢打开 让你们价格自由浮动啊让你们可能可以卖贵一点 而经济学家认为当时候将这个鸡肉的顶线价格打开的时候呢 鸡肉价格没有升反而掉下来 所以移除了这个补贴呢不一定会刺激价格向上升 因为可能饲料的成本啊那些降下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考虑做这个事情了 这一番言论呢我看到这边是来自于李星玉先生 他是代表中种旗下的这个经济研究部的啊 但是我们这边其实有不一样的看法啊 关于当时候2023年年尾鸡肉的顶线价格移除了之后 鸡肉反而降价 我们了解到的是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杯格运动 杯格KFC杯格这个McDonald的这一个情况啊 令到马来西亚国内的这个很多的快餐连锁店的鸡肉销售呢大跌 所以对于鸡肉的需求呢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 而且这个持续的相当长的时间 就令到鸡肉的这个供应呢发生了供过于求的这个情况 所以鸡肉价格下跌 但是同样的情况会不会也发生在鸡蛋价格上面呢 这个很难讲哦对不对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 那些农业部长说要将这个鸡蛋的补贴拿走啊 我们的这个鸡蛋可能就要涨价了 对吧或者允许这些蛋商门对吧 调整这个价格 但是你不一定说让你涨价之后 反而因为生产更积极了对吗 供应更加多了反而造成了这个价格下跌 没有绝对的把握会说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所以我觉得为了100个million的这个节省 这个开销而走这一步棋的话 未免太过冒险了吧 当然我们的农业部长的这个原话是说 如果恢复鸡蛋的供应稳定啊 才考虑会这样子做的 当然啊 马币走强令到从国外进口的这个鸡的饲料的成本下降 对于这些pro tree就是家庭养殖或者是蛋农 蛋商门来讲呢 可能生产成本有下降 他们有可能可以看到利润的提升 所以生产的积极性就加强了 所以政府就不需要补贴这个鸡蛋 可能也是在一个right timing上面 但我还是觉得可能有更加多 可以调整这个补贴的地方 或者其他领域的这个调整补贴的空间 不懂其他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看法 你们觉得财政运输案里面 会不会真的在食品的补贴上面呢 动一些调整呢 尤其是鸡蛋 因为鸡蛋的这个补贴没有掉了之后呢 对马股里面的一些以生产鸡蛋为主 享受着政府补贴的一些上市公司的盈利呢 它可能是会有带来影响的 因为之前政府给的补贴呢 这些公司的盈利呢 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咯 好 我们今天的谈股论经就谈到这边 谢谢同学们的support 谢谢同学们的点赞跟订阅啊 我们下一期继续给大家谈股论经 拜拜 师傅啊 终于找到你啊 师傅 师傅啊 师傅你看 那我整个 portfolio红红的 你看啊师傅 你有一个看吗师傅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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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师傅 你 你 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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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的电话 股市如全不复练 新闻缴定财自现 财富知道已传授 点击以下链接领取秘籍 学习股市心法